你看 咱倆都是被感情傷害過的人 能遇到彼此已經很不容易了 為什麼就不能踏踏實實地把日子過好呢 你真的太多疑了 我幹點什麼在你眼裡都覺得可疑 我每天工作已經很累了 為什麼回到家你卻讓我覺得更累呢 你每天忙到一點時間都不留給我 打個電話你都心煩 你有在乎過我的感受嗎 你這個男朋友簡直就是形同虛設 你從來看不到我的付出 只知道一味的指責 我真的不知道咱們還能不能繼續地走下去了 有請這對情侶有請 劉先生37歲來自河北 拜賣員 陳女士42歲來自河北月嫂有請 歡迎 在認識之前都曾經有過一段婚姻是吧 對 您還有孩子 我也有孩子 孩子跟誰了 跟著我呢 男孩女孩 女孩 幾歲了 十歲了 跟著你是你父母在帶 還是在你身邊你自己在帶啊 父母 認識有一年了對吧 對 一年了 所以當時這男生什麼地方吸引你啊 我覺得他踏實肯幹 而且有點上進心吧 怎麼交往上的呢 朋友介紹的 那今天來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發覺他對我有點不上心 而且他跟他前妻吧 還老藕斷絲連 發現了一些你覺得有可能出問題的端倪 是吧 對 講講都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好不好 我原來賣過服裝 賣服裝的時候啊 認識了一個閨蜜 然後呢我們倆認識以後 回到我們閨蜜啊過生日 就叫我們倆一起去慶祝慶祝 過了有那麼兩三月吧 無意當中我就翻了他一下手機 然後看見他們倆人 微信就加上了 然後還在斷斷續續地一直在聊天 是他這閨蜜主動加的我 不是 那你家的閨蜜的這個微信 他咋不知道呢 他沒告訴我 然後他們出去吃飯 他還一次都沒告訴我 就是想通過他閨蜜 然後了解一下他嘛 他閨蜜在什麼情況下 得到了你的微信呢 就是在我們一起去吃飯的時候 對 你們一起吃飯 我就想知道這個微信 怎麼互相加的 誰提的 他提的嘛 那他怎麼不知道呢 你們三人不是一起吃飯嗎 我覺得特別普通一件事情 沒必要就是 不是 這就不普通了 你知道吧 不是 我覺得就是 比如您的朋友 過生日我去過去 然後我們互相加個微信 大家互相認識他 這很正常吧 不是 問題我不知道啊 所以說現在我生氣的 就是生氣在這個嘛 對吧 後來呢我再看他那手機 他還把那個微信聊天記錄 删得特別地乾淨 我都看不到了 什麼都沒有了 我說就算加微信正常 我就想知道 為什麼要出去吃飯呢 都是他閨蜜約的我 那你就去啊 那就是朋友約一下子 普通朋友吃個飯出來 都誰啊 就是他閨蜜和我倆嘛 你們倆這個 就吃飯那就不正常了 就普通的一個家常便飯 沒有 我知道那就是聊什麼呢 聊聊他 聊他啥呀 他們因為 畢竟走的關係特別近嘛 不是 然後他閨蜜約你來跟你聊他 你覺得這邏輯通嗎 通過這會兒我來想的話 我沒有其他的想法嘛 那他閨蜜對你有想法嗎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而且還有別的事呢 有一段時間啊 他就看那個美女直播 唱歌的跳舞的 他還給人家刷禮物 一刷好幾百好幾百的 平時那個省吃點用的 但這個還挺大方啊 我一天工作的時間是特別多嘛 看美女直播怎麼了 我就釋放下壓力了 他在意的不是你看沒看美女 每個人在意的點不一樣 他在意的點是 為什麼你看美女還刷禮物 對啊 就是釋放下壓力 刷個禮物 哎 大哥666 這不挺好的嘛 在外面受了一天氣了是吧 不是 現在可沒人 給快递小哥受氣啊 上電梯 您先來 哎 覺得他們不容易 我這一天上了三份工作啊 怎麼三份工作呢 我這為了想 把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一些 早起六代多鐘寫了 我就得收入衛生 然後呢 八點半我就上班去做保險 然後十點半下了班 我就去跑外賣 在跑外賣過程當中 我還得去這個啥 賣著家電 所以這三個工作一起進行 他呢就去去去 就怪我每天 給他打電話的比較少 我不知道主持人 或者是嘉賓 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你越是有事的事情啊 他越跟你打電話 然後你越挂吧 他越來勁 就跟你打電話沒完沒了的 那我們沒碰到火 然後你接電話吧 沒了沒了在這說 就前段時間 因為我打電話 在送餐過程當中分心 讓車撞了 我人雖然是沒什麼事啊 就是這條腿 還有這個腳 確實腫了 但是他腫得特別厲害 但是我一直堅持著 送這個外賣 我就覺得他特別不理解我 對我也不關心 明知我是在他上班呢 還是沒有了打 我就覺得 你給我的時間太少了 你給我主動打個電話 我也不就 不給你打電話了 我也能知道 你幹什麼去了 我不知道你幹什麼去了 每一分鐘 都特別特別地珍惜 特別特別地寶貴 特別不容易 他們中午那個高峰的時候 真是都跑著走 那速度很快 我們都很理解 那您怎麼個意思啊 他的職業特征就這樣 他那個 我知道他這幹的 三份工業挺奈行的 因為我幹也幹家政嘛 您是月嫂還是家政 月嫂也幹 家政也幹 就是幹到哪份是哪份 對 幹到哪份 因為月嫂一個月就下來了 接不到單 然後就幹家政 我就想著 我讓他跟我們 一起幹家政的 還能多政點 而且我們 幹家政的事就不可能 讓我們一個大男人 去跟他去擦玻璃 媽弟弟 我自己 我這三多歲 快四十歲 我也我得人生規劃吧 我雖然現在正在少 是吧 我通過我的努力 所以我送餐也好 我慢慢地生著 小組員上隊長是吧 隨著我的級別上去 我這個心思待遇不也上去嗎 這個挺懂了 還有別的嗎 還有就是他不講衛生 晚上回來以後 他連倒都不洗 他就睡覺 然後我一說他 他就說我嫌棄他 我送餐送得特別晚 有時候上凌晨1點多鐘 回來之後就講睡覺 但是第二天早起不也洗澡嗎 你早起洗澡洗完了 你乾淨的出去了 晚上又髒兮兮的回來了 又都蹭被子上了 個人生活習慣 我們也不好評價吧 這您就讓他改去吧 或者您改造他吧 跟他說好多次了 說了戴耳朵金戴耳朵出 這個我倒覺得 都是小結問題 咱說大的 剛才說他跟他前妻還怎麼了 因為他那孩子跟他嘛 然後他每個星期 都要帶他那個孩子 去看他那個前妻就 一氣就一天 回來以後就特別地開心 可是跟我出去的時候呢 就從來沒那麼開心過 我離了婚 然後孩子跟著我 這本身離婚 對孩子確實是一種傷害 孩子每周想回去看看他媽媽 這個我覺得 應該也是人之常情嘛 每次領著孩子去 和我前妻回來之後 就和審犯人似的審著你 你今天跟你前妻幹嘛了 吃的啥去哪了 問得特別特別細 每一個處都不放過 我的感覺就是他們 還像一家三口 我倒像個那個外人似的了 因為我們有小孩 我想跟他 我們兩個人 以後想一起生活 就得要個小孩嘛 是吧 但是 您42歲還有這個野心 有 誰都想要自己的孩子 這特別好 這特別好 對不對 這是女性我覺得獨立一個 就是說 我不管多大我想要孩子 我就想要這個 對啊 然後他就不同意嗎 因為他歲數比較大一些 然後我在這塊兒 確實還有孩子 咱倆的經濟實在 又擺在這 目前來說 確實不適合要孩子 你說的這些全是藉口 我都給你解釋好多遍了 你就是不想跟我要一個孩子 你就怕咱們有了孩子以後 怕我對你那個孩子不好 是不是啊 咱倆在要孩子的事 我就真沒想過 從來沒想過 閨女見過阿姨嗎 見過 怎麼樣 就有一次這個孩子放學 那個在學校門開 我一會兒等著 我說我給打電話 我說你去接下子 剛剛過了好長時間了 我閨女給我打電話 說爸爸你來接我了 我就給她打電話 他說沒去接 我就火接火了的 去學校門口 把我閨女接回去 我就覺得她 一是沒把自己孩子當孩子 第二呢 你說對孩子 emia 沒不到 我承認 等一下 雨唔 一個人 不知 沒甚麼 你 就沒拿電話 ают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剩下的钱都给她了 少是少了点 那也代表我这份心意 您一个月交她多少钱 三千多块钱 孩子用多少钱 三四千块钱吧 前妻也应该有吧 我没给前妻过钱 这我没给前妻过钱 你钱都交了之后 哪还有钱打赏女主播和跟朋友喝酒啊 卖电器的时候 比如卖电器 所以您没进交对吧 您那钱是分了三份的 一份是应付女朋友的 一份是给闺女的 还有一份是自己留的 是这意思吧 我也得留点花交 所以您三份工 每一份工要 那是您自己愿意辛苦 你想跟她过吗 就你把她看成了一个结婚对象了吗 因为到你们这个岁数啊 尤其我没有年龄歧视啊 尤其对于一个还想 作为妈妈的女性来说 这个时间很紧迫 你想跟她结婚了吗 想 她现在提出来说 我们要结婚要很快生一个孩子 这行吗 再要个孩子的事 我还是有所顾虑 你别说有所顾虑 你要还是不要 得考虑考虑 所以你看 闹的核心在哪啊 并不是跟什么女闺蜜啊 看直播啊 不就是你娶不娶我 娶了我之后跟我生不生娃 是吧 那些事都是小事嘛 如果她现在说娶你了 不仅娶你还跟你生娃 你还介意她往她前妻那儿跑吗 也介意 最好说是跟前妻 那么介意吗 就是如果说我们两个 有一个共同的孩子吧 所以你生孩子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我想做一回妈妈 您那段婚姻是什么原因啊 感情不合吧 我离婚十几年了 那那么想做母亲 这么多年也没嫁 怎么就看上她了呢 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吧 找她有点将就 对 反正我觉得她也 她挺踏实肯干的 挺老实的一个人 她老实吗 后来觉得不老实 打赏女主播 刚开始的时候挺老实的 勾搭自己的闺蜜 跟朋友在外面胡吃海塞 所以啊 今天来这儿 并不是要说说那些不重要的 重要的不就是想逼逼婚吗 嫁人的前提有一个吧 就是你得让我当妈对吧 对 明白了 各位老师 你们看看这段爱情 应该怎么整啊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刘先生 你想想他四十二岁了 他脱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不够爱她分手吧 妹妹 为什么那么想要孩子 一个是年龄大了 再大一点再要孩子 就是真的很难了 你想给自己找个依靠吧 以后有个精神寄托吧 如果这辈子不生孩子 会无比遗憾的原因是什么 没能成为一个妈妈 没尝过做女人的滋味 孩子不是未来的依靠 很多孩子未来会是一个 让我们一辈子 都很辛苦的甜蜜的负担 现在也有点想开了吧 其实有没有 很多时候孩子也不是我们 自我证明我完整的一个证据 我觉得生孩子这回事 不要急 现在医学科学都很进步 未来如果真的有缘分的话 我不认为年龄真的百分百 会是一个生孩子的限制 但是我也想告诉你 不要让年岁跟生孩子 这个压迫感绑架了 你对爱情的选择 你现在有很多事情是将就凑合着 如果是要逼他娶你的话 千万别逼了好吗 好 因为逼出来的果肯定不会甜的 我就想告诉你 你的条件很好 能够有经济自主的能力 而且呢 42岁保养得很好啊 谢谢 有自己的思想能力 能够在这清楚明白地 面对闺蜜 对你造成的之前的伤害 此后都还敢继续交闺蜜呢 多么一个前嫌不计的女人 对吧 要是我受到这样伤害 我都不晓得人生 我还敢不敢交女性闺蜜 我觉得你看她多么的宽容 再加上继续的自我内外兼修 我祝福你 谢谢老师 不管是42岁 48岁 我们都能拥有自由选择爱情的自主权 丝毫不用讲究 好 谢谢 要么和你前妻复婚 要么和他生孩子 你选一个 那要孩子吧 我现在都没有信心了 为啥 我现在都没有信心了 你怎会是我的 神难受 你怎会是我的 神难受 我不能听 我都是自我 你倒闭上 你也不能这样 我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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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闭上 我闭上 你 我闭上 你 闭上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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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